刘安太 刘安太 现在几点了 不到八点 李天亮还早着呢 我们现在有的是时间 可以慢慢谈 我跟你说啊 我给你五分钟时间 赶紧把我放了 否则的话 后果自负 齐旅长 不要逼我干傻事 我就是现在把你杀了 上面还得给我颁发勋章 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除了是 国军桂林独立旅的旅长之外 还有一层隐藏的身份 什么身份 和你兄弟七本孝一样的身份 跟七本孝一样的身份 刘安太 你这是想往我脑袋上扣屎盆子呀 还不成愿 你呀 得好好改改 你那个国共为敌的老思维 明白吗 好 说得好 国共合作 并不乏碍我 查找离江 这不是国共两党的纠纷 而是我和离江的私仇啊 那你去找离江啊 你去找啊 你没事跟我这儿浪费什么时间 磨叽什么事啊 我怀疑 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我就是离江 不愿是中共贵于地下党的传奇人物 死到临头还这么应景 实在是让刘某佩服之至啊 离江 离江 多美的代号啊 可惜啊 这个代号 将随着你七里的惨叫 烟消云散 我真是替党国悲哀呀 竟然由你这儿来犯的 我也没时间跟你啰嗦了 看看几点啊 你想干什么 以我的感觉 如果你现在不放我的话 你真的没机会了 你 你能怎么样啊 五 四 你说什么 三 二 一 里边的人听着 我 我是桂林独立旅参谋秦天夫 我现在代表独立旅全体官兵 命令你们 立即释放我们的旅长 否则 你们将此屋葬辰之地 替我命令 准备战斗 你 兵蜡 我放你走 并不代表我 不会继续追查你的 那我走了啊 我走了 独立旅官兵 攻击我军统办事处 这件事情 我会如实上报的 你 那包括你七本中在内的 那个责任人 竟会被严惩大 你莫须有的罪名 扣押国军旅长吗 你呀 就等着上军事法庭吧 你 告诉你 就算我一时无法确认你就是离江 但是 你协助巴败运送战备物资 尚风之道会很不高兴的 我就可怜可怜你 跟你说句实话吧 去阻击小鬼子 是张长官下的命令 什么 阻击小鬼子 是张长官亲自给我下的命令 这 鹿鱼八办物资 只是巧合 他们妨害我打鬼子 所以我就让他们过去了 这张长官的命令 你可以打电话问问 是 齐旅长 看来这是个误会呀 怨我 真的怨我呀 兄弟职责所在 负责审查桂林国军军官 难免出现纰漏 你多担待啊 我 我 我送送你 刘航太 你留步吗 是 是